如今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道见相向,但是他们之间是谁都不肯让着谁,伊朗现在已经封锁了霍尔穆泽海峡,为了向美国示威,鲁哈尼特地举行了有史以来,建国以来, 最大的军事演习,将所有的王牌武器全部都派上用场,鲁哈尼的目的非常明显,就是为了要告诉美国,伊朗肯定是有能力封锁海峡的,伊朗总统鲁哈尼而美国也绝对不甘示弱的,为了能够让伊朗彻底服从自己,并且能够将霍尔穆泽海峡的归属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, 特朗普已经派出了航母战斗群前往附近海域,如今更是全世界都在担心他们是否会真的打起来,毕竟这跟全世界的局势息息相关,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伊朗最终的命运会如何? 美国总统特朗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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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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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